AZ疫苗开大以来,瑞穗香清联寺不仅主动提供场地作为接种站 同时也免费提供茶水、冷气等设施提供医护使用 前来接种的长者能够在舒适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接种疫苗 让原本是信仰中心的清联寺成为长者口中的五星级接种站 瑞穗香疫苗施打站,人员完善的分流分区 等候的长者安坐在舒适的冷气房内也有茶水可以喝 而接种区内的长者不无聊,正欣赏前方大荧幕的影片 如此舒适轻松的施打环境,长者盛站为五星级的注射站 这里环境很好,有冷气可以吹 鼓励大家来打疫苗,保护自己,保护家人 瑞穗香清联寺为地方信仰中心,但从AZ疫苗开打以来 主动提供场地、茶水以及冷气等设施设备来配合 舒适的环境空间不仅医护人员,现在也成为了长者口中五星级的注射站 管委会主委陈辽安感谢表示,希望尽年薄之力服务地方乡亲民众 希望提供给我们乡亲非常好的舒适环境 也给我们乡亲在佛祖的加持之下,非常有信心 能够共同来度过本次疫情的难关 接种疫苗防疫人人有责,相公所民政客派9名人力来协助场外的人流管制 而内场施打作业则交给专业的卫生所医护人员来执行 大家各司其职分工合作,让瑞士乡的疫苗施打作业流畅安全又快速 目前的话,我们的花莲县目前的话是61岁以上的原住民 或者是71岁以上的非原住民 那一开始的话大概是两成左右的施打率 那目前的话应该是有破三成 希望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最好是能够施打到目标值大概五成左右 除了因为疫苗再加上施打年龄下修的影响 瑞士乡这一次总共有300位长者施打莫德纳疫苗 也让施打率从两成提升到三成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